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是高速的发展 确实是整个国家 一下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可是所有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 也都明白 这种高速成长 好像哪还透着骨子 不对诡异的气氛 你们有这个感觉 我感触特别大 我觉得目前中国电影 它跟过去中国经济的情况是一样的 它数在一个高速增长期 这个高速增长期增长到什么程度 就是一年八百部电影 你像中国电影过去的人才储备 基本的创作人员 一个道具师 服装师 化妆师 哪能支持一年八百部这样的产量 所以它 它就是在这样高速度的发展里面 它有很多粗糙的地方 比如说这种模式 比如说刚才说 我们说腰流行 马上去复制腰 还能够获得成功 那接着复制 那么在这里面 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很多电影工业本身的水平 被繁荣遮盖了 很多的基础的工作人员 甚至导演 都是没有经过很好的专业的训练 专业的训练有两种 一种是教育 比如说上电影学院 比如说你拍过很多短片 还有一种就是片场制度 过去的一个道具师 要成为一个 作为成为一个道具师 他前面要做助理 要做好多年 是有创作培训的 比如说这个杯子 究竟应该用什么杯子 它不是那么简单说 拿来个茶杯就可以 当然大的 比如说要有年代感 要要符合时代 还有创作的问题 就是哪一个更有感染力 现在基本上是 导演要杯子 我就给你一个杯子 就是很多细节失去创作了 因为那个工作人员根本不够 有能力的根本不够用 其他的全部是很年轻的 很新的工作人员加入 那当这个整个这个快速增长 如果哪一天一放缓 市场电影的需求没那么大了 然后真的看电影 就是除了看热闹之后 也要看电影本身的素质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值得担心的 所以你要是同样的这个模式 你推导 你看到今年中国经济出现的变化 你就也不得不想 中国电影未来有没有这么一天 我觉得它是市场的一个最终的选择 但现在不是这样 现在电影市场本身从整体行业上讲 它并不赚钱 因为今年是多少个亿 400个亿吧 将近要380亿 对 就算400个亿 自己买票房占450亿 400个亿 这个院线拿走多少 你还剩下多少 你整个电影行业的投入 一定是超过这个数的 我们这是个很畸形的行业 有大量的800部片子里 有多少上过 就是出过面 上过场 这个800部电影里面 我最怕看哪一种电影 就是这个 你看一个这个出品单位一出来了 某某风景管理委员会 我问你又知道可能是个灾难 对 所以他们 是什么意思 我没再听明白 他出钱 就是这个景区 比较景区 出钱传个爱情故事 然后 他的拍的目的就是拍 拍完之后演不演 他也不太多 那么现在他电影的行业里 大量的投入 就是连个炮都没冒 就没了 将来就是如果说 我们过几十年 过一百年研究这一段电影史的时候 这个工作量巨大 就是因为他从海量的片子里去挑 也不排除 就是有些不做的片子就被淹掉了 就直接就给淹了 就没看见 一定 我觉得这个就比如说 从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800部 是指在这个 就是所谓 养局 申请送审 这个 这个序列里面的 所谓就龙标电影 但实际上就是 这几年 这个独立电影 很多就是不顾忌 就我管你审不审 然后这部影片呢 它处在一个沉默期 为什么处在沉默期呢 没地方放 没地方放 同时呢 这个媒体也改变了 你说我过去 98年拍小五 那个年代 情况一样 但是这个片子呢 通过录像带的方法 还是有 一流出去 然后 大的媒体都在写 就就是说 就我想象不到那些 甚至是那些党报 都有评论就写出来 有个电影小五 小五 我就是看那录像带啊 对 跟看毛片一样 那那个 但那个 媒体系统很重要 他们还有一种热心 去介绍这种文化 对 到今天 很难看到 有人在写 为什么呢 因为产生不了价值跟效益 你比如说 一个媒体 跟某个这个 发行商 或者出品方 他们做宣传的合作 是一个产业链 那这些独立电影 它恰恰是 没有资本 没有资金 去做这些事情 我相信在 如果再过 二十年 五十年 在梳理电影史的时候 就是这一段 这一部分 沉默的电影 里面 或许有 非常有价值的 或许有 类似小陈之春 那样的电影 小陈之春 就1948年 产生 放了一星期 就下线了 为什么呢 不合时宜 正是战乱时代 抗战结束不久 内战又在 然后里面 讲那种 男女之爱 李 李 李啊 玉啊 这些问题 然后整个 在当时 政治氛围里面 生活的氛围里面 觉得不合时代 他是一个被忽视的电影 到了八十年代中 重新发现这部影片 就是 就是很简单的说 今天有商业价值的电影 在未来 未必有 就是历史上 未必有地位 或者说有一笔 说当年 还有一些 乌七八糟的片子 尽管获得了市场的好评 但是这些电影 都是 都是 我这话 可能还是有点得罪人 就这个意思 但是一定这里 就是 因为他量在这摆着 还有 就是刚才 甲岛说的这个 就是还有一部分片子 就我认为是被夭折的 就是他可能没拍完走 因为我碰到过 有人就是 说 我这个片子就差点钱 你能不能给赞助点钱 什么的 都是这种 这种 因为我们没有看 我碰到过有些 就是 学专业导演的人 就是拍纪录片的人 我就特别受感动 就是他 非常难 非常艰苦 而且我认为 在我们如此变革的一个时代 中国产生好的纪录片的可能性 非常大 他变化当中 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们跟 不要说跟我年轻时候不一样 跟我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都完全不一样 你接触的人也不一样 你所说的话也不一样 你对这个世界了解也不一样 甚至我们可以说 我并不了解今天的 就是涌进电影院的这帮观众 我不了解他们 所以他笑的时候 我不觉得有什么可笑的 而且我觉得 如果为这个事儿笑 那就随时可以发笑 对不对 但是他们认为 斗死我了 而且还有这样的影评 我觉得很有意思 最近 就这两天有个电影 叫 我闹不清的名字怎么读 叫夏洛特烦恼 你念的是对的 夏洛特烦恼 我原来以为是个外国名 就是我说 我怎么这电影名字 都是什么日本名 董刘军 什么夏洛特 我说夏洛特是个外国人 发烦恼 我原来 结果后来我才发现 好像是夏洛特烦恼 对吧 那么他这种片 因为我没看 我很想看 因为他有一个影评 说的非常有意思 叫一句话影评的 就是头条 叫说不看这电影 没法跟朋友聊天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他起码在传达了一个 我认为这个电影一定不错 就是我凭这句话 来判断这个电影 为什么呢 有的可聊 最怕这电影没得聊 出来以后说瞎闹 甭去 或者瞎闹去看看 这是一句影评 他没有内容 他不强调内容去沟通 这一句影评 起码我认为它里头有内容 因为我看过导演沈腾 我看过沈腾的一个在电视上的一个上海东方台的一个喜剧什么的一个节目里 他演了一段雅剧就是向卓威林致敬 我当时觉得非常的高级 就是我们的喜剧啊 就是我们的喜剧啊 我们的喜剧是可以回味的 我们的喜剧是可以回味的 没有没有 是导向问题 是导向问题 全世界都 我也坚信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只要 就是比如说我做电影 你比方说咱们是不是在堂壁挡车呢 也许人类的前途是黑暗的 那不是 那我要说了哈 就是我们我有时候看一些美国大片 尽管有时候我觉得美国有一部分大片也是很无聊的 但是他一定在传达某一种价值观 我们没有 你包括说就是说如果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比如说法国人也在批评法国 年轻人怎么怎么样了 日本人也在批评日本 然后美国人也在批评美国 但是你在横向的比较的话 你比如说在法国 他的阅读戏观看 然后对电影的诉求还是正常的 现在在中国啊 还是正常的 连对批评本身都没人感觉 你知道我对担心的是什么事呢 就是实际上电影有三种 原来两种 现在变成三种 一种叫美国电影 就美国大片 以好莱坞席卷之势 把我们小时候喜欢的英国电影 法国电影 德国电影 俄国电影 日本电影 全给灭杀 然后你到哪看的都是大片 你再也看不到日本像英武者这样的片子 像英国的看得见风景房间的这样的片子 看不到了 他给灭杀了 甚至有一个事他灭杀不了 就好莱坞他拼尽全力 他灭杀不了一个叫印度电影 他整个在舞台 一天到晚的老弄这事 然后他是我说电影就两种 好莱坞和印度电影 第三种要出现 叫中国电影 那他的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喜剧 喜剧 所以我过去 我跟你说一闲篇啊 过去我说人生啊 我说我自我有一对脸警示自己 特简单 这个上脸呢 叫小事 你一生中碰到的任何艰难险阻 碰到任何坏人到跟前全叫小事 灭视他 灭视他 这个小事是对自己的 下脸是对这个世界的 叫喜剧 上脸是小事 下脸叫喜剧 就是你别人看 你看见什么特别恶心的现象 就是你不能容忍他 你都当喜剧看 就释然了 人间喜剧嘛 对 所以我们不能把中国的电影最后类型化 变成全世界跟印度电影等同 说印度电影叫歌舞 中国电影叫喜剧 在咱们也对上 对 所以我也是两个字 我是定会 就是你看咱们有个定会式 你要定会 对 就是所谓有定无会 则为吃 有有有会无定 则为狂 对 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 对导演来说是需要定力的时候 需要定力 因定才能发会 对 因定发会 否则的话就成吃或者狂了 这正是我现在的情况 枪枪三人型广告之后见 你刚才 还在讲 就是说 比如说小五当年 尽管是不能在电影院供应 但是由 录像带看到了 但是有很多记者 他都愿意在报纸上写 评论上 这个我也特别有体会 你觉得现在 就是 我跟你们电影圈的人 包括我们媒体圈的人 接触 我觉得真是那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现在叫做 就说是票房没商量 成功没商量 是吧 买卖没商量 大家在一起 其实没有任何争议的 没有任何争议的 就是说 成功 导演 6亿票房 10个亿 祝贺你 好像一切变得简单明了 没有争议 你知道 我想讲一个 我的体会 我有一天 你说就说明 你包括干我们这行的 你就 我有一天去主持一个采访节目 采访谁呢 采访一个当年参加过 松户会战的 这么一个老兵 这个老兵已经死了 那么就前几年走的 然后他女儿 就是颤颤巍巍的 好像还有点身体不好 来着采访 就跟我讲 我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 你爹经常跟你们讲 当年松户抗战时候的事 这女的就说 他说他从来不跟我们讲 我说他为什么不跟你们讲 这么多年 他说因为他是国民党的老兵 所以当年在文革的时候 他被抓到监狱里 整了这么一辈子 所以他很害怕提这个事 一提这个事 他就干嘛 好 一说到这 这导演蹦蹦蹦就上来了 就说 大姐 你不能这么说 你这么说了 我们也不能播 对吧 你要说什么 你就说 他为什么不提 是因为当年的松户会战 太惨烈了 他怀念他的战友 死得太惨了 所以他不忍心 留下了创伤 你知道我作为主持人 当时要不是有现场观众 我就发作了 我说你可以不让他说 你怎么能教他撒谎 可是你看 这就是我们今天 电视台的一些从业人员 对我们来讲 这有什么争议 录了也没有用 说了也没有用 而且其实更可怕的问题 在于什么 就是我党 早就十一届三中全会 有了明确的结论 对文革当中的错误 对吗 包括我们最高领导人 对于国民党 在抗战中的作用 也予以了肯定 但是这完全是落实到基层 这些基层的 这些当官的 还是怎么着 他觉得 这事能提不能提 就别提 但是我就觉得 就是你像你说的 早年间 我们好像还有点什么 良知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现在 现在基本上就是说 比如说 有一个独立电影 要报道了 说哎呀 对不起 你这个没有点击率 你这个可能 没有位置 没有版面 那最后说说说 说到最后 我听到最有意思的话 就是说 哎呀 你知道吗 我们即使一个媒体 也是一家公司 对对对对 我们这公司 一方面有 有政治上的安全 一方面有经济上的安全 有诉求 有诉求 所以这两个 衡量起来之后 就是我就觉得 现在啊 你也就别谈 什么电影 什么好坏啊 或者是什么 大家现在一个个 好像谈事 都变得很简单了 不是 我那我就担心就来了 因为我们的 我老说艺术不会泯面嘛 自把人类开始脱离了动物界 人就开始追求艺术 那我们的艺术的形式是不不停的变化 比如唐氏颂词 原曲小说 这一路走来都都都没有都很个性化 也没有换就是换过形式 但艺术本身不换 但到电影以后呢 电影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家导一开始就说的 就是他他不是个人的创作 他涉及到很多方面 所以他的表达能力特别强 就是我们过去啊 看电影被感动的热泪盈眶 就是多少天以后还出不来 我们今天这种电影不会给你 你不能说到最后 我们的电影最后变成了 就是一个皮肉的这种快乐 那就很可怕了 你还说到商业 我觉得商业那种 就是对整个电影的压抑 太厉害了 比如说有一些行内 约定俗成不能拍的 就是老年题材不能拍 肯定不卖 然后得病生病的不能拍 然后贫穷 穷人不能拍 农村不能拍 那你数一数这能拍的有什么呀 就这就是所谓商业原则 但是反过来说呢 那这些这些题材 这些人 你如果你有创造性 你有新的独特的发现 你照样可以把它非常精彩啊 但是就是所谓 现在这个商业的粗暴 蛮粗暴的是 但是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话题 你看啊 你像我们凤凰过去的整 整天搞点优国优民的东西 比如说那个大视野 或者什么纪录片啊 但是呢 我们被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 趋向的一个台 然后呢 就像你说的 咱们刚才讲这个二三线 基本群众 对吧 他们爱看什么 后来我觉得有人就会跟我们说 说这些你关心什么中国的生存状态啊 关心比如说三峡移民啊 关心这些问题啊 这谁对这个感兴趣啊 只有你们吃饱了饭的这些个知识分子 甚至是有钱人才感兴趣 你知道吗 穷人 普通老百姓 他累了一天 他爱看什么 他就爱看综艺节目 他就爱看这些个喜剧 跟他有点关系没有的事 对 他就爱看纸醉金迷 你们所想关注苦难人群的命运现实 你拍的好真实 可是恰恰不是所谓的大多数人民大众 他不关心没关系 那作为主导者 他起码应该有一个叫配级 就是我这个 全世界在经济上也是有配比的 什么事情可以做的多大量 就不再去生产了 那么我们假设啊 刚才他这话真是提醒我 我们假设电视局说 我今年有五部农村题材的 名额谁来争 我有城市题材五部 但什么全是平均的 这样的话他就就营养丰富嘛 那这时候市场 他就会逐渐逐渐就会让这个 这个森林逐渐长得均衡 而不是全是杨树和柳树 对文涛刚才说那个 那个那个悖论呢 实际上也是一直摆脱不了的 因为你话说回来 你就是电影 他毕竟属于文化的一部分 这个文化 他的确就是在文化人里面 在生产 在在在谈论 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社会的运作 他有一个 有一个过程 就比如说以前 我们所谈到这种弱势群体 比如说那时候也是精英话题啊 对啊 弱势群体哪关心弱势群体 对 但是 慢慢的这些东西 他会变成一个社会的共识 然后他会影响社会的 改进改良 因为他呈现出来这些问题 要关注这样的社会问题 关注这些人 那我觉得这些他是又从这个角度来影响社会 所以我说电影 他不要指望电影去直接去按摩 对 他他真的没那么多人手 去直接直接去按摩具体的人 现在特别讲究这种市场啊 老让我想起他们说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他最后会不会出现一种 因为如果是为票房 票房为王的话呀 最后会把这些个所谓严肃的东西啊 驱逐到一个很小的角落的 就是你根本不占什么主流了 到最后你看你现在就看得出来 20个亿的票房 没有生存空间 甚至电影院就不排你了 于是你就就没有一个引起 好像社会多大注意的这么一个空间呢 你担心不担心彻底被商业趋 所以空间就是要争取的 所以像三河固人 我们之前是这个六个国家的宣传 马上回来三河固人17个城市的宣传 那有有误解就来了 说有小贾现在哇琢磨钱了 对就要去露演了 对对 但问题就在于说 正因为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你不去努力 你的空间就更小 对你最终他不是为了钱 他还是捍卫这种电影的存在 要不他消失了 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侯小贤去露演 是7个城市 他这一次做的已经很累了 前所未有的 接受那么多采访 上那么多节目 对 这个还有一个趋势 就是说我们以什么为荣 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不能说所有的 我接触到有些年轻人 他是以尺为荣 这就很可怕 我们老说知耻才能成人 你不知耻就完了 什么是耻呢 这是人得去体会 所以过去连齐白石屋里都挂四个字 叫君子有耻 就是你得知道羞耻 知道什么东西不好 我们民族 你想今天冲出去 你自己觉得 我们不是什么奥斯卡去了吗 你觉得你真的能拿出来 什么样的片子 代表我们民族的价值观 能够冲出去呢 创造力价值观 对啊 你没有啊 你光靠这个咱这点喜剧 而且我们的喜剧还不共性 都是个性的 就是我们自个儿乐 你自个儿乐得前仰后合得 别人不乐 不是 就问题 现在老有人说的一种问题 就说 您不喜欢 您认为水平低 您认为耻辱的东西 凭什么我就得听你的呢 为什么我喜欢的 就是低 低级呢 所以这个社会究竟是由谁来引导 我们不说领导 是引导 中央是电影 它是这样 就是比如说电影 它是对电影的理解 认定感受力 它除了感性之外 它是需要 需要有阅读量 需要看片量 需要有见识的 对 那由谁 谁的 谁的 谁有公信力呢 那当然是有见识的 最有见识的 对 它不一定是个专家 它也不一定是学这个的 但是它可能 看过非常多 它知道这个世界上 存在多少类型的电影 那它的话语的这种 这种准确度 它的认定 它是有参考价值的 当然是有一个标准在外面 而且现在有时候技术的发展 让人不能不想将来会怎么样 就是也许我们说的这些 在将来都不成为话题了 就是你比如说 前一阵有个基金的人 就说现在要从美国 引进一什么技术 就搞 穿上传感衣了 戴上这个看电影 就全感触的这种电影 然后在场的就有一个 您这岁数的人说 说这好啊 这就是作死的节奏啊 就是 你不会想到 它这个人类的未来啊 它可能就不存在 咱们说的这些事了 它已经完全是被技术 那像这个声光化电 已经完全虚拟了 虚拟的就像真的一样 将来这个这个这个 对于新一代 或者再未来的人来说 但是我觉得即使到了 那个年代 可能在那个生活 就是那种感知电影的 这个模式里面 穿上这个衣服了 戴上眼镜了 但是它的内容的主体 人的情感 这个我觉得是不会变 不是说到了那个时代 穿上这个衣服 就没有母子关系了 就没有没有夫妻关系了 全变成跟外星人在飞了 他说的这个很有道理 我告诉你什么意思 有个小孩问过我一句话 说我现在天天学习考试很苦 他 你老说文学有用 文学有啥用 你能说出来文学有啥用吗 我说我告诉你文学有啥用啊 文学能让你的感情变得更加细腻 你听得懂吗 电影就是这样 如果你看了很多好电影 你的感受对整个世界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你天天看这种 就是这种比较浅显的 吃麦当劳 对 你天天吃麦当劳 你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美食这件事 你也可以长得很肥很大 然后一身的疾病 有什么好啊 就是你感情不能变得细腻 我们是希望 我们有如此丰富的这个文化的一个民族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感情变得更加细腻才好 所以才需要文学 是而且等人感情更细腻了的时候 再看就不一样 你才知道细腻的好啊 所以这事有时候你也很难跟不细腻的人说得好 也需要阅历 也需要阅历 反过来说呢 也需要有阅历的人 告诉没有阅历的人 有没有阅历的人 也需要阅历的人 在那边 也需要阅历的人 是一种阅历的人